說到五谷 不少人的第一印象 應該是塞到不行的五谷交流道 雖然有著國道1號 台64線 台65線等等的高快速公路匯聚 但是在這看似便利的公路路網背後 卻是無止境的塞車地獄 而現在有輕軌計劃行經五谷 到底會舒緩五谷的塞車狀況 還是會火上郊遊 讓五谷的交通更惡化呢 五谷位在台北盆地的西北側 原本跟三重、盧州、新莊直接相連 但是在1971年興建南北高速公路 1982年開闢二重疏紅道之後 五谷被切割成三個不同的生活圈 造成五谷市區在地理上遭到孤立 雖然在1986年 國道1號增設五谷交流道 表面上看似方便的交通 卻在台64線、台65線相繼通車之後 轉變成一天到頭都在塞車的惡夢 加劇五谷的連外問題 在2001年 捷運盧州線動工 五谷民眾也希望這條捷運 可以跨越二重疏紅道 繼續往五谷方向延伸 台北線交通局之後開始辦理相關的研究作業 到了2009年 隨著盧州線開始進行車輛路線測試 即將進入通車階段 台北線交通局完成可行性研究 規劃兩條路線方案 從捷運盧州站出發之後 往西南西方向跨越二重疏紅道 在新五路跟新城八路口設置W2車站 方案1接下來會繼續沿著新五路 在中心路口設置W3A車站 再到自強路口設置W4A車站 至於方案2則是改走新五路 東側的都市計劃新闢道路 在中心路旁設置W3B車站 在左轉自強路的延伸路段 設置W4B車站後回到新五路 接著兩個方案一起穿越國道一號 在豐江路往西南轉 在重劃區裡面設置W5車站 接上泰林路之後 抵達機場捷運泰山站 設置終點站W6車站 交通局也針對這個規劃方案 舉行了說明會 與會的民眾希望可以採用方案1的路線 才能夠同時服務到救世區 以及未來的重劃區 也有希望北側可以彎到陳子寮的聲音 而五谷鄉長則是期盼能有支線 拉到五谷工業區接上環撞線 同時解決五谷遭到破碎的現象 另外一邊的泰山鄉長 則希望有反方向的支線 可以深入泰山 至於興建的形勢 還在平面跟高架之間考量 地方鄉親因此對捷運延伸 還保留著一絲期盼 在2012年升格後的新北市 再次進行捷運蘆洲縣 延伸到五谷的評估 等到2013年初出爐的結果 認定捷運蘆洲縣的末端 直接以潛頓隧道的方式 彎進機場 並沒有預留延伸的空間 會導致工程上面臨過大的阻礙 決定朝輕軌的方式來做規劃 在路線方面 則做了些許調整 除了選擇幾年前的方案一之外 曾子聊的部分 雖然納入考量 但是還沒有明確的設戰計畫 而高速公路南側 則把W5車站 改設至到新五路跟中港西路口 接下來沿櫃子坑西 在泰林路口設置W6車站 在民生路口設置W7車站 最後轉回新北大道 在機場捷運 預計增設的A5A福大醫院站旁 設置終點站W8車站 新的路線規劃 沿著泰山市區的邊緣增設車站 使得泰山反而比五谷多了一座 路線就此定名為五谷泰山輕軌 除了國道一號以南的路段 採用平面之外 其餘都是以高架的方式興建 到了同年年底 蘆洲端的路線又有延伸規劃 配合蘆洲北側農地工廠區域的都市開發計畫 將會沿著新屁道路往東延伸 設置WEB車站之後 抵達準備興建的環狀縣北環段Y22車站 設置WEA車站 作為五谷泰山輕軌的新起點 至於陳子良的部分 直到2014年 新北市交通局才終於決定 將路線多往北灣設置WEA車站 之後將規劃的可行性研究內容 送到交通部進行審查 但是隨著新北市正式成立捷運工程局 五谷泰山輕軌的審核 卻遲遲等不到結果 除了交通部對於細部內容希望調整之外 水利署也發表了意見 原因在於陳子良的WEA車站 因為附近道路的寬度不足 計畫設置在二重疏洪道的堤防上 但是水利署認為這個位置 落在淡水和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內 可能影響到防洪救災安全 而捷運局則表示附近已經找不到合適的站點了 雙方就此僵持不下 最後的解套方案是要把二重疏洪道的堤防 從6公尺拉高到9.5公尺 才能夠解決洪水平原的管制措施 到了2020年交通部通過五谷泰山輕軌的可行性研究 接下來是國發會在2022年審議通過 後續還要等待行政院的結果 至於整體路線跟站點規劃 在前幾年反覆的送件、退件過程中還有些許的變化 首先是路線的代碼 從代表五谷的W全部改成F 代表的是路線顏色品紅色的Future 在環狀縣北環段的Y22站旁 設置起點F01車站之後 沿著盧州北側農業區都市開發計畫的 1-5號道路往西 在環狀縣機場的南側 設置F02車站 在1-6號道路路口 設置F03車站 在盧州機場的南側 設置F04車站 接著走2-14號道路 跟1-8號道路 在盧州站北側 設置F05車站之後 轉上三明路 順著成盧橋跨越二重蘇宏道 抵達五谷之後 線是在凌雲路的路口 設置F06車站 接下來繼續沿台64線下方 在新城三路口 設置F07車站 再轉上新五路 繼續往南 在新城八路口 設置F08車站 在中新路口 設置F09車站 在支強路口 設置F10車站 接著 改從新五路西側 未來會新開闢的綠圓道 穿越五谷交流道 在豐江都市計畫區的F16號道路 路口 設置F11車站 轉上跟太陵路 平行的F17號道路 在貴子坑西北側 設置F12車站 以及五谷泰山輕軌的機場 接下來的路段 改走 溫載鎮都市計畫的 四支三號道路 大致上是順著 貴子坑西的南岸 往西南 在民生路口 設置F13車站 往左轉之後 抵達機場捷運 預計增設的 A5A輔達意願站 設置五谷泰山輕軌 終點站的F14車站 而在路線形勢方面 只有蘆洲 還有泰山的F13、F14車站路段 配合周邊都市計畫區的 土地重畫作業後 有30公尺寬的道路路幅 將輕軌設置為平面 其餘的都是採高架來興建 同時利用五陽高架橋 跟國道一號主線之間的空隙 來通過結構複雜的五谷交流道 但是在北側 已經有高架橋佔據了新五路路段 目前這還不清楚 會把輕軌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興建 國發會通過五谷泰山輕軌的可行性研究之後 新北市捷運局 接續發表了 泰山板橋輕軌的路線規劃 會由F14車站繼續往南延伸 也就是上次影片的內容 除此之外 蘆洲北側農業區都市計畫 還有一條南北向的30公尺計畫道路 預計會興建蘆社大橋 連接到台北市的設置道 同時保留輕軌的延伸空間 也就是說 未來的五谷泰山輕軌 除了可以直接搭到板橋 土城 中和之外 還有可能跟設置輕軌相互連結 一車只達台北市 所以你覺得 新建輕軌 能夠解決五谷交流道周邊的擁似問題嗎 還是可能會讓附近路況更加複雜呢 歡迎分享在留言區 也別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